大家好,我是Adele 这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了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意大利复活节 大家都会吃的鸽子蛋糕和巧克力蛋 今天要把范围缩小 聚焦在我居住的拿破里 复活节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甜点 小麦乳酪甜牌 La Pastera Napoletana 简单介绍一下拿破里小麦乳酪甜牌 这是一个由甜牌皮、瑞可达乳酪、小麦糊 糖漬水果和橙花水点香料组合成的甜牌 材料中的鸡蛋和小麦 在远古民间信仰里 是庆祝春天来临生命复苏的象征物 后来天主教订定了复活节 继续沿用这些民间信仰元素来辅助教义 Pastera跟许多意大利料理一样 经历过几百年时间的传承演化 早在16世纪就出现过文字记载 而现代意大利人熟知的Pastera 据说是在拿破里圣国瑞修道院里的 修女们发展出来的版本 后来成为拿破里人引以为傲的 饮食文化代表 我自己册封的拿破里甜点三节 Pastera Baba Esfoyatella 她是第一位 大概一个多月前 拿破里料理社团上 Pastera就开始密集出现 许多人骄傲地晒出自己家的做法 几乎都是妈妈 甚至祖母被传下来的 还有号称某某知名老店外流的食谱 一下子掀起一阵互相较劲 批评指教的声浪 搞得好不热闹 Pastera在拿破里人心中的地位 由此可见一般 不要看她其貌不扬哦 说是圣殿级料理完全不夸张 对于这点我自己也有很深刻的体验 帕哥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婆婆 对我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要求 就只一个要学会做她的Pastera 她说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拿破里媳妇 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经过拿破里公婆首肯认证的小麦乳酪甜派做法 其中一些海外朋友不好取得的材料 我会建议一些参考替代品 这份Pastera的食谱的确比较耗食 几个步骤我建议提前一天制作 才不容易失误砸锅 我们从派皮开始 把干材料和奶油打成细虾状 这个步骤你可以用手慢慢捏 因为我要做两个派 分量比较多 所以用厨房料理机代劳 接着加入蛋黄 南逸的甜点里常会使用新鲜的柠檬皮 或甜橙皮来增香 这里我选择使用糖漬甜橙丁 算是我个人的喜好 全部打成直地均匀的面团后 倒在工作平台上 用手掌慢慢的擦 让材料融合 过一会儿就会形成光滑的面团 用保鲜膜包起来以后 放冰箱里冷藏 休息至少一个小时 隔天使用也可以 新鲜的瑞可达乳酪含水量高 容易使派线太湿 制作前一天晚上 把乳酪像这样放进冰箱里 隔天就会变得比较干 方便使用 将冷藏一日的瑞可达乳酪和砂糖 搅拌成没有明显颗粒的质地 再放进冰箱里冷藏至少三个小时 让材料更好的融合 接着来煮小麦糊 复活节期间意大利超市 都可以找到这种已经煮好的小麦罐头 其实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啦 就是用水和少量的盐 把小麦颗粒煮透 因为含有大量淀粉 所以冷却后会凝固 吃起来是QQ的颗粒口感 海味的朋友可以用其他的麦类 例如大麦、燕麦等代替 加水或牛奶煮到类似的程度即可 熟小麦和牛奶等材料全部放进锅中 用小火慢慢煮成粥状 记得过程要搅拌一下 避免锅底烧焦 熄火后放量备用 所有的前置动作到这里告一段落 接下来都是烤之前的步骤 派线的部分混合瑞可达乳酪、小麦糊 记得要把柠檬皮挑出哦 和鸡蛋 鸡蛋的用量会直接影响派线的浓稠 亲手做派 我会建议把鸡蛋打成蛋液 先倒入三分之二的量就好 等一下搅拌后再看情况 添加调整 Pastella里有一个很独特的材料 橙花水 Aqua di Fiodarancho 据说当时修女们用收到院里的新鲜橙花 提炼成天然香精加入派线 烤制后有一股诱人的花香味 使附近居民纷纷好奇闻香而来 修道院的Pastella甜派因此广为流传 有些人会用西洋湿草香精水 Mille Fiori 如果你两个都找不到 可以用橙花蜜或西洋湿草蜜取代 最后加入肉桂粉 全部搅拌均匀到派线落下后像这样 非常缓慢 恢复平滑的浓稠度就可以了 总算到了最后一个步骤 压派皮 我要做两个直径20公分的派 所以派皮面团分成两份 刚从冰箱取出的面团很硬 这个时候压很容易破裂 建议可以等大概半个小时 让面团稍微软一点再操作 工作平台上撒一点面粉防沾 慢慢的用擀面棍压出厚度 大概半公分左右的派皮 长宽都要比你的派模直径大一些 撒上面粉后用擀面棍卷起派皮 小心的摊在派模上 慢慢调整形状 多余的派皮用小刀像这样削掉 取一小团派皮把派皮压实 顺便调整厚薄不均的部分 如果有破口就取一点派皮粘补 满溢之后把周围再削整齐 派皮就完成了 收集剩下的派皮再擀薄切出长条 留着等一下做装饰条纹 刚刚派线我忘记加很重要的糖自田成丁 这也是Pastella的灵魂材料之一 把一半的派线倒入派皮里 到大约8分满 稍微摇动一下把空气震出来 然后贴上纵横交错的派皮条纹 说到Pastella上的条纹 这几年网路上流传着一个神秘的都市传说 传说Pastella上必须贴上横三竖四 总共七条的条纹 分别代表七条拿坡里城市古道 三条东西向主干道 和四条南北向之道 分割西院前六世纪古希腊时期 就建立的拿坡里城 还有一种说法啦 七是指Pastella里的七个主要材料 可能我数学不好 我怎么数都不止七个啊 去年我就看到社团上 这篇文章传得沸沸洋洋 搞得大家上社团贴文都要先说 我的田派有七条哦 那今年却被人踢爆 这其实是2016年间 一个拿坡里地方甜点店 为了吸引网路声量而穿着附回的说法 拿坡里古城区虽然真有其道 但经过查证却没有发现 任何关于条文数字规定的文字记录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的Pastella装饰是自由的 天六条、八条、十二条、巨齿条、特殊条、可可条、小花分飞条都可以 让你的创意放飞吧 在15年前非常团结的拿坡里人 其实可以分成两派 喜欢有QQ小麦颗粒的 和喜欢丝绸般滑顺乳酪的 我是后者 所以接下来我要示范这个 个人认为可以屌打前阵子爆红的 巴斯克乳酪蛋糕的滑顺版Pastella 剩下一半的派馅 一样加入糖漬甜成丁 用手持搅拌棒打成没有颗粒的乳酪糊之后 用滤网过滤料参与碎渣 倒入派皮到八分满的程度就完成了 派顶我不做装饰 两个派进烤箱 先用200度烤20分钟以后降到180度 再烤20分钟 或指导你的派表面呈现生金黄色 派馅会有小幅度的膨胀开裂是正常的 冷却后它会回缩 通常拿坡里人会在周四或周五制作Pastella 给派至少两天的时间 让味道继续收成 会越放越香 跟做月饼后放几天会更好吃的道理差不多 等到星期天复活节当天大餐时食用 切派之前用糖粉装饰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 有拿坡里公婆认证的传统版Pastella 里头是长这样的 材料的分布很均匀 没有沉到派底 帕哥在旁边说我切的太小块了 那谁理他啊 我是要给大家看看这疏松的派皮和绵密的线心 可惜隔着萤幕大家闻不到那股花蜜乳香菇 今天是我最爱的华顺版 像不像多了派皮的巴斯克蛋糕 而且我发誓更好吃 如果你是乳酪蛋糕扣 我跟你说 赶快抓个配方进厨房做一个吧 不必谢我 给这支影片按下赞 和那个红色的订阅钮 让我知道你也喜欢就好了 我是阿黛雷 下次再见咯 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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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